我和真是杜淳 杜淳老师 有一回我在外国碰见他 连在国外逛个街 都捧着鸡肉鸟锅 就是这么着说 你也在哪 我之前见过最夸张的一个人 就是两个人 我直接说人名字不礼貌 张绍刚老师 张绍刚老师 那时候他练胸肌 他每回是这样的 你点化妆的 他首先进来的时候 他这么着跟你聊天 说 咱让我来 说最近怎么样 看你锻炼锻炼吗 要不跟我 试试 然后他说 钱过你的手 看着你 看着你 算你 我上个老师 我说没点爱好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也真吓人了 但是 我觉得很多人 尤其是艺人朋友 我身边的朋友 就是他们刚见完身 开始有成效的时候 就特爱显自己 对对对 太爱显